朝鲜媒体17号证实完全封闭连接韩国的公路和铁路 并首次明确宪法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家 韩国专家称 朝韩关系的保险栓已经打开 随时有抠动扳机的可能 据朝中社17号报道 朝鲜在南部边境的东西部地区 完全封闭了连接韩国的公路和铁路 报道援引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发布的消息说 15号中午 朝方以爆破方式 完全封闭了江源道高城郡甘湖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60米区段 以及开城市板门区东内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60米区段 此前韩国军方于15号公布了朝鲜方面进行爆破的视频 朝鲜国土环境保护省发言人说 爆破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造成负面影响 从此 朝鲜与韩国的连接通道彻底分离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表示 朝方将继续采取把封闭的南部边境永久要塞化的措施 商业卫星公司16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 通往朝鲜开城市的道路被断开 路面和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大裂口 韩国军方15号称在朝鲜爆破行动后 立即展开了反制射击 韩军正在密切关注朝军动向 秉激于韩美合作加强防卫戒备和监视力度 韩美合作加强防卫戒备 朝中社称这是根据 把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家的朝鲜宪法 以及从敌对势力严重政治军事挑衅导致的严峻安保环境出发 所采取的必然且合法的措施 据韩联市报道 即2019年朝鲜拆除金刚山的韩方旅游设施 2020年炸毁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之后 朝鲜此次切断南北连接道路 向外界释放了朝韩关系不断遇冷的信号 在2023年12月底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八届九中全会上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宣布调整对韩政策 表示北南不再是同一民族而是敌对方交战方 进入2024年以来朝韩对立加剧半岛形势持续紧张 2024年1月中旬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决定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朝韩事务机构 2月朝鲜又宣布决定废除朝韩经济合作相关法规文书 6月韩国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恢复边境军事活动 10月9号朝鲜宣布完全切断连接朝韩的公路和铁路 此外进入10月后朝韩领导人频频隔空向对方发出强硬言论 10月1号韩国总统尹西岳在建军节演讲中表示 如果朝鲜企图使用核武器将面临韩军和韩美同盟 坚决且具有压倒性的反制 10月7号金正恩在出席金正恩国防综合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仪式时强调 随着韩美同盟转为基于核的同盟 半岛实力平衡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 半岛力量失衡意味着战争的爆发 朝方绝不容许半岛实力均衡遭到破坏 他点名批评尹西岳的建军节讲话 称韩国若想维护国家安全就应避免刺激朝鲜 值得注意的是 10号至11号 韩军时隔7年进行了金牛座远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 韩美称金牛座导弹不仅能够精确打击地面目标 还能击穿钢筋混凝土掩体 摧毁地宝攻势 并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规避朝鲜雷达探测 该型导弹射程达500公里 韩军战机从韩国中部的大田市上空 即可打击朝鲜首都平壤的目标 韩林社电视台认为 韩国在建军节上展示了弹头重达8吨的 玄武五行弹道导弹 此次又动用钻地武器实施实弹射击 意再向朝鲜发出警告信号 10月12号 朝鲜外国省发表声明 谴责韩国无人机侵犯朝鲜领空 称此系严重犯罪行为 据朝中社13号报道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已只是朝韩边境的部队 进入射击准备态势 据朝中社16号报道 由于韩国无人机渗透至平壤 并由此犯下侵犯朝鲜主权的严重挑衅行为 众多朝鲜青年报名参军或重返部队 朝中社援引统计资料报道 14号和15号两天 朝鲜全国有140多万名青年同盟干部和青年学生 报名参军或附队 朝中社10月17号的报道 直接提出炸毁连接大韩民国的公路和铁路 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要求 这也就是把前几天炸毁公路铁路 是为了防范韩国侵略这样一个目的 变成了贯彻宪法的要求 这也说明从朝鲜的定义上来看 已经定位为永久的主敌国家 这使朝鲜与韩国的对立更为严峻 体现在局势分界线上 目前有可能提出宪法要求 变得更加对立 也就是说擦枪走果的可能也增加了 随着半岛局势升温 韩国边境的多个城镇被指定为危险区域 韩媒称当地民众不安情绪也随之达到顶点 韩国外交部16号表示 韩美日等11国将组成多国制裁监测组 监控对朝制裁的执行情况 据韩媒报道 15号下午 韩国经济道宣布将位于朝韩交界地带的 经济道坡州市金浦市 连川郡等地指定为危险区域 加强安全监控 同时禁止市民团体在这些地区 利用气球向朝鲜放飞传单等物品 连川市江华郡政府和翁金郡政府 10月15号起24小时开放了14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近期朝韩关系急转之下 也让居住在韩国边境地区的居民 普遍感到担忧与不安 他们表示仍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分歧 避免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 此前关闭的经济道和江源道地区的 韩朝非军事区国防主题旅游景点 尽管已于10月16号重新开放 但无人问津 据韩联市报道 韩美日三国副外长16号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 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应对方案 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 为弥补对朝制裁监督机制的缺失 韩美日等11国将组成多国制裁监测组 监控对朝制裁的执行情况 16号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在首尔举行会面 一面谴责朝鲜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 另一方面着重强调 未来三国在安保方面和应对朝鲜举动方面 会继续深化合作 从以上的种种情况来看 可以说目前朝韩紧张对峙的态势 正在持续的加深 外界分析 短时间来看 虽然目前双方的紧张趋势有所加深 但目前局势仍旧处于可控范围 短时间内尚未有明确迹象显示 朝韩间可能会发生擦枪走火等意外情况 随着媒体披露更多的细节 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计划日渐清晰 伊朗方面警告说 以色列任何冒险行为 都将会面临伊朗严厉的回应 与此同时 以色列如何行事 也与美国大选紧密相关 据多家美媒16号报道 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计划 已经制定完成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以批准打击目标 美媒此前披露 以色列方面已经向美方保证 不会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游击设施 而是集中于军事目标 包括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装置 存储和生产设施 军事基地和主要的政府机构大楼等 但美联社援引美官员的话 以方并未把话说死 情况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 此外 以色列做出承诺后出尔反尔的情况 也并不少见 纽约时报则指出 以色列也许不会打击伊朗核计划的核心 游浓缩设施 但仍可能打击其核实验室 耶路撒冷邮报16号披露 以军方和情报部门 为打击伊朗准备了整整20年 针对性地研制了多型武器装备 以军在空袭行动中 很可能使用一款名为 狂暴的超音速导弹 该型导弹由以色列军工企业 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研制 主要用于打击敌方雷达战 通讯设施 武器弹药库和机场等高价值目标 狂暴导弹采用GPS与惯性制导 具备抗电子干扰能力 按乙方说法 导弹发射后不到5分钟 即可击中目标 此前不少西方媒体和专家指出 以色列要想有效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 必须使用美制GBU-57系列巨型钻地炸弹 而这种炸弹目前只能由美军B-2战略轰炸机携带 就在当地时间16号 美军宣布出动B-2轰炸机 对野门湖赛武装多个地下武器库 实施了精确打击 这是美军首次动用隐身轰炸机打击该组织 也是B-2轰炸机2017年1月以来首次参与实战 福克斯新闻网认为 美军此举真正的用意是震慑伊朗 B-2A它有它独特的用处 首先就是它具备隐身能力了 其实胡塞武装还是有一些防空系统的 那么这一次我看就是它轰炸的目标是地下的设施 所以它可能需要的是凌空轰炸 而不是那种防区外打击 因为防区外打击它的威力是比较有限的 再有就是B-2A它毕竟是战略轰炸机 载弹量非常非常大 如果携带那种500磅级的GPS制导炸弹的话 可以携带80枚 所以你看它出动一次 可能就相当于若干架FA-18EF超级大黄蜂 再有其实作为一款武器 你不可能总放在那 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它拉出来练一练 那确实可能有给伊朗看的意思 就是希望能够在政治上心理上 产生一定的对伊朗的威慑效果 在美已就报复伊朗持续沟通的同时 两国关系出现了新的微妙变化 美国国务院14号证实 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13号置信伊方 要求伊方在30天内采取措施 改善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 否则根据美国法律和政策 未来的武器供应可能会受到影响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very frustrated with the Israelis around their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deliver a sufficient level of humanitarian aid to Gaza for some time now this letter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very publicly expresses that discontent but will it make any difference in theory Israel now has 30 days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humanitarian aid delivery and if it doesn't do that in that period the US has the option to withdraw military aid that's the theory in practice though there is very little appetite in Washington for that to happen and also that 30-day period smack bang in the middle of i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华尔街日报认为 布林肯与奥斯汀的信 委婉地承认美方认为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违反了美国法律 这也是一年来 美国对以色列发出的最严肃警告 联合国方面曾表示 当前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 已降至数月来最低水平 舆论质疑 拜登政府为何等到现在 才向以色列发出 叫停军事援助的威胁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ays that there are no trucks that got into Gaza in the month of October but September and August weren't great there were 700 truck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Food Program in August only 400 aid trucks in September so why wait till it gets to zero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You should not assume that this letter is our first and only convers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about this problem We have been having a number of ongo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about the very serious decrease in the leve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Ultimately We did not see the our concerns sufficiently addressed which is why the two secretaries sent the letter they did today 尽管美以关系被称为特殊关系 但历史上美国曾多次 为以色列画下红线 1981年至1982年 以色列在没有提前通知美国的情况下 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 并大局入侵黎巴嫩 当时的里根政府 数次推迟向以方交付 F-16战机 Those forces are in the position of occupying another country that now has asked them to leave We are forbidden by law to release those planes 美国媒体指出 将以色列提要求的规见 并未由总统拜登 或副总统哈里斯签字 两人也从未在公开场合 威胁过暂停向以色列提供军援 中情局前官员迈克尔·迪米诺认为 拜登政府的威胁 不会对以色列的决策 产生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布林肯与奥斯汀写给 以方的联名信公开以后 全美最有影响力的 亲以色列游说团体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强烈批评这一举动 称威胁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 有损美国的利益 向美以共同的敌人 发出了错误信号 APAC 美媚认为拜登和哈利斯 一方面试图展现民主党 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但同时又要设法避免 疏远阿拉伯裔选民 10月14号 全美最有影响力的 阿拉伯裔政治团体之一 阿拉伯裔美国人 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 在今年的大选中 既不支持民主党籍总统获选人 现任副总统哈利斯 也不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 这是阿拉伯裔美国人 政治行动委员会 自1998年成立以来 首次在总统选举中 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 该组织总部设在密歇根州 该州是全美阿拉伯裔比例 最高的州 也是2024年大选中的 关键摇摆州 历史上阿拉伯裔选民 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但拜登任内 对中东问题的处理 激起了这一群体的强烈反对 路途社分析 如果阿拉伯裔美国人在本届大选中不投票 或投票支持第三方 可能对哈利斯的选情造成冲击 第90届巴黎车展 10月14号至20号举行 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 中国多家车企集体参展 吸引各方关注 始于1898年的巴黎车展 是世界五大车展之一 每两年举办一次 今年共有超过40家整车企业参展 其中中国企业共有9家 几乎占到参展品牌总数的五分之一 远超其他国家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巴黎车展上 吸引观众最多的展位 就是比亚迪 小鹏和林炮等中国品牌 车展开幕10天前 欧盟27个成员国 就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裁 进行投票 欧盟委员会当天宣布 对中国产电动汽车 加征关税的提议 以获成员国必要支持 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 比亚迪表示 关税将使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受损 今年9月 比亚迪全球销量高达41.94万辆 创下单月销量新高 该公司至今已向欧洲市场投放了8款车型 未来14个月还将持续投放6款车型 比亚迪高管在车展开幕前对德国媒体透露 计划通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德国市场站稳脚跟 目前正扩充销售团队 德国最大的交通协会 全德汽车俱乐部近期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59%的受访德国民众愿意购买中国汽车 今年迎来成立10周年的小鹏汽车 在本次车展上举办了首次海外发布会 发布了新版全球化战略 并推出了首款AI汽车 专家认为 在欧盟委员会对华挥舞关税大棒的背景下 中国汽车品牌并被退缩 反而选择在关键时刻亮相巴黎车展 以实际行动表明开拓欧洲市场的坚定决心 中国商务部10月12号透露 中欧双方在电动车关税问题上 还存在重大分歧 但中方通过对话磋商 寻求解决方案的态度和诚意没有改变 以正式邀请欧方尽快派技术团队来华 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的磋商